大家好,最近看波非常忙碌 但是打機都一定有時間,這種邏輯絕對不奇怪 我和Wing最喜歡講戰術 所以當然是玩新鮮滾熱納 PES 2021 的 Master Lead 有新的教練樣子可以選擇 哥迪奧納這麼年輕 傑斯林帕特這一集都是新可以選擇的教練外表 今年的 PES 都蠻賺鬼 因為原來是25週年,是有點驚喜 你只要有上一集或者立刻下載免費的 Lite 版 再去買今屆的 Club Edition 就有八折 即兩塊水都不用 接著我又想到,今集有獨家的歐洲國家杯 2020 所以坦白說我真的忍不住 大佬,185元就買到 Club Edition 五個版本給你選擇 分別是阿仙奴,萬聯組人達斯,巴塞 和霸人慕尼克 送球衣,送主題 還有銷售上都有誠意 即是你預訂,首批購買 典藏版的朋友,就會有貼紙和月曆 當然還有多人模式上網和朋友對戰 PES的 Master Lead 有個位置做得不錯 就是大家可以選擇轉會的頻密程度 我自己就喜歡玩得現實一點 所以轉會頻率方面我會選低的 就不想見到很多和很奇怪的轉會 另外,你收購球員的難度都是可以選擇的 那你向難度挑戰便選困難吧 今集 Master Lead 我選了今季我很期待的一支英超球隊 阿仙奴去教 阿仙奴的技術總監就是前巴西國腳伊道 所以我選教練應該要選一個巴西教練 很多巴西教練選 剛剛見到還有薛高羅伯圖卡路士 不過我也是選擇 憑藉著個人能力將恐龍骨一射入網的白必套 還有開到Master Lead之後 你見到他這些過場的畫面 除了人樣是耳鑽亂鎮之外 我都發現他們都挺有心機 就是場面是有調度過的 有點像電影一樣 不會說在一個場景裡面就是對咳 就是導演所說就是反過來拍 不會這麼簡單 你會發現他們會用Long Take 在一個場景裡走去另一個場景 跟著你們的主角去拍一段劇情 就是以前英國名導演史丹利扣比力克 在Shining裡面用那些拍攝的方法 一直用Steady Cam把你帶進去酒店裡 這裡就把大家帶進去球會的Clubhouse裡 這些就是日本人製作的心血 所以製作是有誠意有心機的 這裡開始要留意 如果你剛剛在未開Master Lead之前 你選擇了你的轉會預算是低的話 他們現在問你那個 就是今季球季目標都會低一些 所以到台傾的時候 技術總監就跟我說 今季的目標是差前四入歐聯 其實在現實世界當中的阿仙奴都是向著這個目標進發的 所以我覺得我的設定是合理了 我的設定是現實了 我就可以開始玩這個Master Lead 不過開季之前還有一群人要我們招呼一下 就是記者的朋友們 記者會也會問大家 對於今季有什麼展望的 喜歡踢什麼風格的 那給我呢 那我謙虛一點 這個也是我的本性 所以就是 人家問你可不可以拿冠軍 我們不是熱門 通常這樣說 都可以幫一下球員減壓 而實際我們在桌底裡談 今季都是找前四的目標 不是說拿冠軍 另外 講到有什麼風格呢 我是喜歡與眾同樂的 所以我就會選 最重要就是踢得好看 令到球迷呢 就是以去沸騰 那待會去到比賽的時候 我都希望是可以 將我的足球理論和戰術 呈現在遊戲裡面 那如果遊戲是可以 實現到我的足球理論和戰術的話 那就是遊戲的整體意識是OK的 那我又會向著究竟 這次的足球遊戲 能不能夠滿足到 對足球有認識 對踢球有要求的朋友 這個方向呢 來評論的吧 那當然啦 玩Master League 其中一個過癮的地方呢 就是可以讓你操縱 球員的命運 去實現你理想的陣容 那就是說呢 有些球員你不喜歡 或者呢 他真的呢 對於球會來講 未必有很大的貢獻 你可以將他套現 那 例如呢 我覺得呢 這屆呢 阿仙奴的後防線 中間那位其實是幾多人的 那大衛雷斯這個計時炸彈 而且呢 年紀開始大 將他放了他 套現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另外呢 玩阿仙奴 其中一個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首先跟奧巴美爺 這裏呢 我就選31萬磅周身先 其實現實呢 奧巴美爺就跟阿仙奴 續了約的了 35萬磅周身 那現在呢 我先開個31萬磅周身 看看有什麼反應先 好啦 跟著我們繼續清洗湧原 那下一個呢 就是年紀大的Papa 其實呢 這裏我們都要感激Papa 對阿仙奴的貢獻 之前有他在這裏的後防線呢 都是好一點 但是可惜啦 就是歲月就會催人的嘛 那另外啦 張帕斯都其中一個 我們可以拿來套現的球員 實在呢 他沒有什麼特點的 就不是說呢 那麼適合打強隊的啦 那當然啦 這個阿仙奴契仔 偉洛克呢 都是要再借出去 尤其是借下去呢 就是下一級的聯賽那裏呢 就是訓練一下呢 才對他有用 那麼快被他來打我們阿仙奴的一隊呢 很可能是 只會成為一個拖累者啊 那另外啦 那些未夠班的球員呢 都是借出去先啦 放入租借名單當中 很簡單呢 就搞定了啦 那至於為什麼我對於今季的阿仙奴 有些期望呢 因為他們是能夠借回斯巴路斯回來 那還有收購了一個不錯的巴西中堅叫加比爾嘛 那但是有好的球員是未夠的 要懂得訓練他們 來到訓練的這一部分 那我們呢 要開始逐個逐個球員呢 去制定他們訓練的方針啊 那第一個我認為要調整訓練課程的球員 就是哥拉辛尼斯 為什麼呢 大家都會記得呢 就是他打大戰的時候 然後在後場猜球員送大禮啊 那所以呢 我會選建立 這一個呢 就是訓練他後場猜球員的訓練課程 去比他練多些的 至於瑞士的防守中場下卡 其實好多東西都要練的 例如指令塔啊 建立啊 靠山啊 靠山他都要練一下 什麼靠山呢 靠山我理解呢 就是練後防線前邊屏障的那個防守 那個意識 那先練一下這個吧 好啦 輪到奧巴美爺了 奧巴美爺呢 就練偷獵者啊 就是反擊啊 其實他已經很厲害啊 這方面他不用怎麼練 比我呢 我會練他做高產逆風 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所說的 綠葉插入 沒有球走位 拉邊那些 那現在的阿仙奧 其實是要奧巴美爺打邊線的嘛 應該是要改練這一種 高產逆風的訓練課程 好啦 一路落 看到張帕斯練建立 密蘇亞利斯練進攻型後衛 這些都對的 韋洛克呢 就練傳統十號位置 慢慢練啦 你真的要練幾年才行的了 你看到尼爾斯練全能中場 就是知道遊戲的開發團隊有看球 知道尼爾斯要變形進去中間做防守中場 以及防守的時候變左後位 這件事 N比比呢 我們都要換一換 是訓練的 就是換一個叫做自由逆風 自由質逆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我所說的內切半主角 那奧斯爾呢 就練這個有創意的中場指揮官 即是進攻中場的那個呢 Painmaker都對的 那來到呢 在韋利安方面呢 我都是想他練半主角 自由質逆那種內切入 我呢 其實那些想就是他打左手辯的 到時呢 輪換的時候 奧巴美就可以打正前鋒 好啦 跟著呢 我們先看後防球員 馬里呢 就練額外前鋒 即是頭鋤 這個賀定呢 就練建立 即是練後場猜球 賀定在現實當中的後場猜球 有進步的 那今季終於都效力 阿仙奴的是高大中堅 沙利巴呢 都很多東西可以練一下 不過現在來講 練著建立後場猜球都對 因為他有時候在法甲 我們看到他呢 用球方面是有點高張的 應該要再磨練一下這方面的功能 那另外呢 馬天利尼 這個巴西的年輕人 應該都是要練半主角內切的 那跟著呢 加比爾呢 就是我們今季呢 新的中堅來的 他的右腳的後場猜球不行 所以呢 我覺得都是要練這個建立的 那跟著呢 斯巴路斯呢 我就想呢 再是推高他的層次 嘗試呢 就是練他 禁區頂的主角能力 有創意的中場指揮官 可能都未必是 我認為他要練傳統十號位置 讓他打我們今屆阿仙奴的進攻中場位 另外呢 還有一個特殊的訓練技巧 可以練一練 例如呢 我想練阿仙奴後防線的頭鎚防守力 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是長期已久於存在的 訓練梅斯達菲的頭鎚 當然是最好不過 跟著我們就看到奧巴美爺的續約談判 有新的進展 是甚麼進展呢 立即衝下去看看 原來是OK了 恭喜大家 終於跟奧巴美爺這個隊長 就是續約成功 用多了一些辛酬的預算 但是當然值得啦 因為你看到 竹中杯決賽 社區盾的表現 怎能夠不續 而他自己呢 見到阿仙奴整體的進步 都肯續約啦 跟著呢 我們又見到了 喔 有些好的消息啊 就是呢 我們可以放到大衛雷斯啦 不過呢 還可以聊一下那個呢 就是轉回費的 那我就嘗試呢 再辣一點 開天殺的 去到呢 就是接近二千萬英鎊的 這個是回復 五太亞對方呢 維拉利爾是怎樣回復啦 那另外啦 這個呢 這個呢 也都有機會轉回的 那這次呢 我決定就不跟對方呢 就是爭辯了 趕快放了他啦 因為這個球員呢 年紀大 可以賣到錢 都盡量盡快就賣了他啦 好啦 跟著 還有沒有其他球員是放到呢 我還有這個呢 就是史密夫啊 年青球員呢 可以就租借出去 就租出去先啦 練多一點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我們呢 都會節省少少的 是人工 或者呢 我們會收到一些 就是租借金 那 跟著呢 我們會見到一些重磅的轉回消息 那就是利物浦買到馬琴 現實來說 如果是這樣做得到 就很好的 利物浦呢 是需要進攻點的後備球員 好啦 維拉利爾方面呢 就開到1700 OK啦 那我們又放多一個 那你發現呢 我們現在儲一下儲一下錢呢 就儲到轉回預算有8200萬英鎊啦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開始買人的 而我第一個想試一下買的人呢 就是古天奧 為什麼呢 其實呢 他那種的戰術都適合我們亞迪達那種呢 就是短傳連結波密集的 那說不定呢 他在巴塞都不太開心 那我嘗試找奧斯爾跟他來個交換 再加呢 就是3200萬英鎊給巴塞 看看可不可以交換到過來 而我另一個選擇呢 就是來自李昂的隊長 艾奧亞的 這個呢 有潛質的中場球員呢 後上插入力 還有中場的連結 以及呢 組織力都很不錯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希望試一下買 那但是呢 這裡的新聞 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說 買艾奧亞呢 是一個難處 而這個古天奧呢 簡直是交易失敗了 巴塞似乎就不想放他 那如果奧斯爾不能夠說 用來換古天奧呢 那奧斯爾在這裡的日子呢 也都是未必容易的啦 我嘗試呢 就是把奧斯爾套現 那跟著呢 我們又看看 艾奧亞那方面的情況 那他就說呢 其實OK了的 那個呢 就是轉換費 六千萬英鎊呢 我們是給奧亞金的 但是他所要求的周身呢 就去到八萬八 我們的周身的這個預算 只剩八萬三 那似乎呢 我們就不夠錢啦 那儘管試一下按一按 叫接受條款 對了 不能夠落實到 因為超出了我們周身的預算 那就是呢 我們要是呢 就是要再放些球員出去 就換到那些周身的預算回來 要是呢 我們要重新談判 那他年輕人來說 拿到八萬八 不是有點高呢 那我們這次試一下 就壓低一點點的周身 去到七萬九 一個我們可以承受的是 就是價錢啦 沒有辦法啦 我們都要向董事局交代的嘛 但是很可惜啦 艾奧亞呢 暫時是 拒絕了我們合約的報價 不過其實都不要緊的 轉換費槍呢 除了夏天之外 冬天都還有的 總是來日方長的 那另外我們今次的暑假轉換費槍 其實有的是轉換費預算 有八千萬的英鎊 那所以我覺得呢 只要找到一個 對人工的要求 不是說很高的球員呢 那應該OK的 那所以其實現實當中呢 阿仙奧都是想買 湯馬士這個馬體會的球員 那OK啦 那他都是要求七萬九的 是周身 我們給得起的 那而且呢 都是接近五千萬英鎊的 違約金而已 那我們就決定 就拼取啦 先買這個防守中場呢 湯馬士 那你會發現呢 我剛剛所說的 古天奴 艾奧 湯馬士 都是中場球員來的 那大家都明白啦 其實阿仙奴 現在呢 要補強的位置呢 就是中場 中場的是猜球啊 中場的是組織力啊 保持那個球 保持那個球 拿控球率呢 是現在阿仙奧 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做到呢 才可以令到對方更上一層樓的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找中場球員 當然呢 就向著一些可以能夠保持到控球權的 古天奴啊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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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呢 資金上面 我們有些困難的話呢 先買個破壞型的湯馬士 也都可以幫到手 而湯馬士其實 box to box呢 在進攻方面 他也都會有一手的 我認為這個收購呢 是很幫到手 應該可以期待一下 好啦 暑假的轉位操作 暫時完成啦 那我們可以搞一搞個戰術啦 其實呢 我覺得 現在阿仙奴呢 有兩個高大的中堅 沙尼巴 加比爾 有勢高度個人能力 其實就不用擺三中堅 可以擺回就是4-3-3啦 4-3-3我們要玩的 當然是控球遊戲 大家跟我這個設定呢 就可以玩短傳連結 利用球場的闊度 還有呢 就是多些沒有球的走位 就提升這個呢 就是進攻 或者面對密集的多元化 那如果想玩得再細緻一點呢 可以去到進階指令那裡 那可以先選一個叫做假邊後圍 什麼來的呢 就是其實變形系統 兩隻閘進去中路做防守中場 加強了就是中路的組織 和邊線進攻怎麼拉邊的成份 而這裡呢 進攻怎麼拉邊的指令怎麼設定呢 就是這個 圓邊線 這樣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兩隻閘進來中路 拉開前面的是進攻點球員 在邊線那裡 那這個HALB SPAY位就出的了 你的中場啊 你的閘就可以衝上去 不過暫時這個上半季的最佳結構 我認為就不是超級主攻的 寫1-2-3-2-4-2-3-1 兩個防守中場 托雷拉 湯瑪斯 我覺得呢 其實他們兩個派牌也可以 box to box也可以 互相在比賽當中交替 運用他們的功能 進攻中場方面呢 當然我們會選擇 斯巴勒斯 我剛剛都說 就是練他打一個傳統十號位 好了 前面的三個進攻點 隊長奧巴美爺左邊 右邊呢 暫時用回衛尼安先 暫時最強的這個陣容 另外 玩Master Lead 這些那麼長的遊戲模式 最重要就是輪換 這裡呢 有個不錯的選擇 就是自動選擇陣容 就是自動幫你輪換 正好就是一些怕麻煩的玩家 你可以選擇 E能力輪換 E狀態輪換 我自己就喜歡E狀態輪換 好 事不宜遲 打場來看看 比賽過程始終都是足球遊戲的氣肉 待會玩一下的時候 我就知道怎樣去評價這隻遊戲 上一集我都有評論過 就是PES是有一個革命性的進步 就是遊戲開發團隊 彎著這個比賽過程的整體意識演繹 即是甚麼來的呢 即是比賽當中 你的是合理性 你要做事是要做得合理 即是不可以盲目 不斷地向前傳送 再盲目不斷地轉身向前推 然後就可以射門 大家現在是要用腦 好像現實的足球員 在球場上作出合理的選擇 有整體意識才能玩得到這隻遊戲 這方面上一集已經是有了 那今集又怎樣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已經很清楚地做到我在賽前的指令 就是兩隻閘進來中間幫忙連結 而進攻點就是拉邊 剛剛韋利安其實差點有一個插入底線推進的機會 亦都是透過我一連串有心機的短傳連結 才可以做到上去 現在打PES要有耐性 例如後場猜球方面都要深究 而我留意到今集有一個重點 就是掌控節奏 你怎樣在後場猜球一些緩慢的節奏裏面 例如今次這樣 一猜猜過半場馬上打過快攻 節奏的掌控相信就是今集的重點 其實都很現實 在真實的足球遊戲裏面 你總是慢慢猜猜 突然之間轉速度 那對手才突然之間應接不下 其實無論是打反擊、快攻還是面對密集 都有這種轉換速度的概念 今次我面對密集 今次我的指令就是進攻點拉邊 在外圍慢慢猜 一走到他25馬區域的時候 韋利安拉邊拉空了HalfSpace 一轉速度 這個施巴路斯就是可以underlap插入 駁到一個角球回來 面對密集轉換速度 大家可能會不起眼 不過打快攻或者反擊 這方面 會比較容易看到今集PES2021 如何掌控比賽的節奏 如何呈現真實比賽的過程 讓大家享受 這一下就是對方電腦的組織 不過其實他打快攻最後以遠射來作結 做法就不算是非常高級 所以都被我的守門員利盧輕鬆撲救出來 今次我們阿仙奴防守這些角球 死球就不用太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高佬的中堅球員 剛剛沙利巴就是成功幫我解倒位出來 來到奧巴美爺的搶節 中間那邊搶到波一路推上來了 中路那邊舉手是拿卡錫迪 給不給到他呢 很可惜 這次我就反面教材了 就是反擊的時候 向邊線推 推死了自己 孤軍作戰了 即是很難找到隊友幫手 沒錯 就是沙利巴又能夠以高度頂到波 厲害 偉尼安一個就是直線交給這個 是比翟年做超級連結人的 剛剛就是那種在後場慢慢猜 突然之間一記的是猜過半場 轉速度的那種就是反擊的節奏轉換 我們玩了遊戲裡面的28分鐘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感受到一樣東西 就是你會發現後場拆球的時候 遊戲的製作是令到後場拆球的節奏幾慢 但突然之間拆過半場之後 節奏一快起上來 感覺是立即出來了 今集的確是呈現了一種 就是節奏轉換的強烈感覺給我們 好像這一下利物浦就打反擊 後場拆球的時候好像很慢 一個就是解架支點回後 一拆過半場之後 突然之間快起身 立即打到反擊出入禁區 發明爐來個射門 突然之間那一下的節奏轉換 令到你應接不下 這次就是做防守 提升了我們防守的難度 這次我們玩阿仙奴 後場拆球是可以現實一點 就是多點利用守門員拆球 那待會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盡量向大家呈現 就是怎樣 好像在現實當中阿迪達那種戰術 就是利用守門員拿球 拿久一點去引誘對方 迫到守門員那裡 令到對方好像少了個人去壓迫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方迫你的守門員 你守門員一交出球 這個球就立即過了壓迫搜門員的對手 就令到對手突然之間 就少了壓迫點 令到你後場拆球有人數又少 這個就是今屆的現實當中 阿仙奴阿迪達教練 所設計出來的一種 就是後場拆球戰術來的 我們可以盡量嘗試 在足球遊戲裡面呈現出來 又見到了 沙利巴高了 今季的阿仙奴 真的不怕你這樣就向前斬這些球 真的頂了 這個沙利巴加比爾 又輪到我阿仙奴了 進攻方面 哎呦好可惜 今次奧巴美爺拿球的時候 有點不小心 出了界再先 或者當時鏡頭有點遠 現在我用的攝影機鏡頭 可以在設定裡面選擇 就是我選擇一個電視直播的鏡頭 這樣感覺就像在看球 斜度會深一點 來到這裡 我搶到球的托雷拉 搶到之後馬上手轉弓轉開 這個反擊差點 又看到那個節奏的轉換感覺出來 我們今次玩第一場球 已經有很深的感受了 這裡其實帶出了一個理論 就是玩足球遊戲最怕 就是整場賽事由開球到原場 節奏都是沒有分別 一模一樣 都是這麼快 無論後場拆球也是這麼快 拆過半場也是這麼快 打過快攻也是這麼快 但是你看回現實世界的賽事 就沒有可能是這樣 從頭到尾都是這麼快 一定有比賽節奏上高的轉換 有時快有時慢 就像這下這樣 剛剛很慢 斬碎突然之間 我搶到球 打過反擊之後 就突然很快 PES今集 他就是能夠呈現到那種真實比賽裡面 節奏隨時轉換的感覺給玩家 遊戲開發箱 就是能夠真實地呈現到 應該要慢的情節 就是慢 應該突然之間轉速度要快的情節 就是快 而當中速度的轉換 就令到你出現實感 克服了足球遊戲一直以來的問題就是 整天覺得由開球到原場 整個比賽過程 速度都是一模一樣 我也講過 現實世界裡面是不會這樣的 就算你是和對手打來回高速球的比賽品種 都會有某些情節拖慢一點 就算是玩一個攻防戰 整體比賽節奏緩慢的比賽品種 突然之間有幾版是會快的 所以今集PES2021的比賽過程當中 呈現出來的感覺是令我滿意的 即是它能夠做到賽事的節奏轉換真實感 讓我們感覺到 所以我們後場插球的時候 就會特別感受到比賽節奏緩慢的真實感 而玩家就必須觸摸到拆過半場的合理方法 才可以拆過對手的全場壓迫 才可以突然之間轉換速度 打個快節奏的快攻出去 雖然遊戲開發箱這樣做 是會提升玩家操作上的難度 但是當你能夠觸到那種速度轉換的感覺 而你能夠真的打到快攻上去 你那種的滿足感是特別有感覺的 也就是我一直所說的一種好的足球遊戲 是要怎樣做 不可以說只是專注比賽過程 遊戲體驗當中的娛樂性 不可以說就是由頭到尾都是這麼快的節奏 一定要要求玩家 是懂得在現實的比賽過程當中 能夠吸收到一些整體意識 足球的意識 踢球的合理性 去運用到比賽遊戲當中的過程 這樣才是一種好的足球遊戲 同一時間就變成可以訓練一些小朋友 去學會怎樣拿捏真實世界當中的比賽過程 合理性、整體意識、節奏轉換、節奏的控制 令到你玩完這遊戲之後 出去踢球都會厲害一點 今集PES2021的開發商 在這方面的拿捏 就真的有一個很不錯的提升 能夠滿足到對足球有認識 對踢球有要求的玩家 其實這樣玩才有趣味 也就是令到遊戲可以耐玩一點 這樣系列才能夠壯大 今集又有進步了 還有我剛剛也說過 我想呈現出來的戰術 也能夠在遊戲當中體現出來 所以未來幾年的PES系列 相信都是值得令人期待 說了一大抽的遊戲評論和理論之後 我們又說一場球 現在我們所控制的阿仙奧領先 上屆英超冠軍一球球 就憑著拿卡錫迪的反擊 我們負責做反擊AMC超級連結人做助攻那個 就是我們新加盟的球員湯瑪士 而誰負責搶到球呢 就是我們今季很高大的中堅沙利巴 就是他頂到球才可以手轉攻 而我也說過 我們今季阿仙和後防線 就是有高度 這裡又搶到球的泰亞尼 然後立即打一個手轉攻的反擊 真的體驗到了 速度突然轉換 哎呀我懂 湯瑪士無法交給奧巴美爺 話口未完 利物浦立即和我們打來回高速球 立即轉折過來 就輪到利物浦有一個半單都機會 文尼 難道真的好像現實世界一樣 把握力開始下降 真的三叉擊那個狀態開始下滑 真的大家進入28歲 開始走下球 哦現在去到下半場 打開兩邊 來回高速球出現 這球球交進去 是不是應該給得益 哦原來不是 是月祖衛在先 這球其實交直線進去 視野都不錯的 我教了自動換人系統 所以他就會自動幫我換人 方便我這些就是懶惰豬 剛剛看到奧斯爾入替了球 取代了斯巴路斯 踢10號位 當然奧斯爾都適合這個位置 不過我們現在是要搞定防守 先走這個防守穩陣 再試打這個防守反擊 因為利物浦現在落後一球 他是越攻越前的了 這下我們能夠解到位了 回回來的時候 幾下是撞牆 做了支點 找到就是湯馬士一轉過來 給亦蓮 又發現到了 立即在進攻的速度上轉換 後場猜球不太快 猜過半場馬上就很快 落到底線地球 全中必入球出現 誰入球 惡鹹魚翻生的奧斯爾 本來我也說想賣掉他 不過這場賽事 後面入替他見功 當然他打在後面就好一點 不過這麼貴人工 打後面就怪一點 這下就是比亦蓮 去到禁區頂送的直線 拿卡錫迪進入禁區底線 第二波全中奧斯爾 右腳都必入球的出現 要清醒一下 比亦蓮在這一刻 禁區頂有一些冷靜 能夠推得慢一點 看清楚的形勢 才找到拿卡錫迪落底線 找到這個就是 第二波全中的方法 2比0 接著我們看到奧列至入替 文尼 文尼可能真的累一點 但問題就是 入替那個的級數 遠遠不及三叉擊的平均水平 所以都看得到 利物浦的後備陣容 尤其是進攻點方面 是要加強一點才行 今天比亦蓮打得不錯 這裡又搶到球 可惜太過快了 衝就出界 不過他全場都是不停能夠 衝到上來 做超級連結的人 推個球 去到禁區頂中間再分 這裡又是歸功於我初初的設定 記得嗎 我選一個叫假邊後衛 就是說 兩邊的閘位要多些入中間 剛剛就是比亦蓮 很多時候就是入中間 他能夠運用到的速度 就是在中路向前推 推上禁區頂 中路去到最危險的地帶 再分波 所以這一種變形系統 無論面對密集有用之外 其實打快攻 或者反擊的時候 都可以用到一些速度快的邊後位 就是去做一個向前推進的任務 還有今年阿仙羅健主場球衣 其實都頗漂亮 有暗花 這裡我用手動的調動 就是用沙卡取代拿卡錫迪 拿卡錫迪入球 可以讓他休息一下 讓這個沙卡的年輕人進來 先踢一踢 都是可以的 來到比賽的最後 可以好整以下後場猜球 拖回比賽節奏 你會發現後場猜球的感覺 都是繼續很強的 這個就是上一集都見過的 就是後場猜球的物理 那種就是運轉 那種感覺 球員的動作都是好的 這裡就清楚看到 就是關於阿仙羅後場猜球 那個運用守門員的誘惑 就是兩個中堅交給一個守門員 守門員向前交給那個防守中場 就叫做引了對方的壓迫點下來 令到一交上來的時候 那個守門員交上來的時候 就過了壓迫點 令到你贏的人數優勢 壓了那些對方的進攻點 就落到守門員那裡 那今天就不單止是 只是玩一場賽事的 就玩多幾場賽事 那可以待會我們再訓練 和試用這個 就是複製現實當中的戰術 那暫時我們都會發現到 這隻遊戲都能夠 給我們不停複製現實當中 真的出現的戰術 而且整體的比賽節奏 是合理地呈現出來的 有這個真實感 可以賺回這次開發箱的心血 看到嗎 又是邊後衛 入到禁區頂中路幫忙連結 這個組織會比較豐滿 不過這次我遠射了 為什麼呢 因為遠射了就可以吹雞原場 我不再射球 我一直猜 就不知道猜到什麼時候 所以要把他射出去 吹雞原場贏球2比0 接著又回到過場的畫面 我們可以留意這次拍攝的鏡頭 都是有設計的 下一路就是推track過來 接著就是拍攝教練的另一個面目 就不會說普通大wide shot 就這樣算數的 接著我們去到冬季轉會槍 我們可以開始做一些更加不同的轉會操作 例如我們再找一些球員放出去套演 梅斯達菲伐合約 其實只剩半個月 他可以談免費轉會 既然有人想買他 我們馬上放 但奧斯爾就沒有人想買 現在他就說想續約 那我們也是可以接受的 剛剛他入了球 咸於翻山 之後又有轉會操作可以做 蘇亞利斯這個後備的右後衛 就有人垂青 放了他的話 我們可以買一些新的 因為他年紀都很大 另外艾蘭尼和沙卡 就想續約 這裡就跟大家做個反面教材 記得要查清楚 就是你班球員哪些 就快約滿跟他續約 不要像我這樣 只是跟奧巴美爺續約 但就看漏了艾蘭尼和沙卡的約 他們兩個都是關鍵的後備球員 每次後備入體 找他們是最好不過的 收購後衛方面 今集我有個非常好的介紹 就是 高路斯達文 這個RB來比蛇的球員 其實就是容易買的 到1300萬 理論上有交易 而且他的合約 周身也不算貴 但不要忘記 他的超級能力值 有84 速度超快的一個優候位 當然 談的過程當中 技術總監就會說 對方也是想 叫高一點的價 提醒我們 就說你記得要押回價 看著條數來做 盤數要看緊一點 但根據我的經驗 很多時候你還價都是失敗的 我覺得如果不貴 就不要爭論 真的要跟他簽 結果我不管 其實總監是建議 我立刻就簽1700萬 其實不貴 3600的周身 好了 原來冬季轉回槍更忙 接著我們又來了 韋利安 這個33歲的球員 王家馬德里說想買 就叫到2100萬英鎊 那我就叫到3000萬英鎊 韋利安當然我們都會出他打正選 但如果王馬3000萬英鎊 買個33歲的 放了我們買個年輕的 都是好事 好了 我們看看高路斯達文的 加盟記者會 這個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他從Clubhouse那裡 一路在球會的走廊 一路走進來 又是有場面的調度 不會只一來 就是記者會這裡 進去Clubhouse 即是我們會發現 場景的調度 是很多變化的 這個場 就是令到你看到 能夠投入到 球會的一些 日常的生活 這裡也是可以清一清讚 還有 如果你不跟對方爭嫁 你直接接受對方的提案 你的總監 又是會 拔著你來 現在正在討論你了 你要降下價才行 我們未來的資金 不是那麼充裕 不可以亂拼 雖然是有點煩 但也會令到我們更加 能夠投入到 球會當中的一些 日常的瑣碎事行 好了 韋利安這裡 皇馬就叫到2700 其實就是應該可以接受的了 韋利安的市價是2000萬英鎊 2700也有賺 我們當年是免費簽他回來的 放了韋利安 我們可以買一些新的進攻點 年輕一點的 再速導型一點的 但是這個冬季轉會槍 有個難題給我們 就是巴黎聖爾門 希望用1.1億來收購奧巴美爺 其實價錢是吸引的了 32歲1.1億 但是又是賣隊長的話 我們又能不能接受的呢 不要想著了 不如我們是傾了一個新的進攻點回來 賣了韋利安 用2400萬英鎊買回 利華古遜的敗利 夠快了 但是奧巴美爺的這個問題 我們始終都是要考慮 究竟怎麼做好呢 奧巴美爺的市價是5000萬英鎊 剛剛的暑假才剛剛續約 現在又立即放了他 哎呀 我們要是想一想 有沒有些替代者 那我立即想到 就是基拿比 來自巴仁霧尼克的 是現在的頂尖逆風球員 其實基拿比是效力過阿仙奧 所以 買到基拿比的話 可以說強勢回歸 在輿論上就可以掩蓋奧巴美爺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就是拜利加盟阿仙奧的一個新畫面 未見過的 就是進去 球會的訓練基地 那裡 聊聊聊 和白必頭 又握手 你會發現 真實感又更加強 因為在草地上 在訓練場上 看見記者 令到我們玩家可以更加投入 就是球會每一個部門 不同角落的一些環境 我覺得 又是很好的 而且畫面變化多端 令到你不會悶 有時在球會的通道 有時是記者招待會 有時是草地上面 咦?基拿比傾定了 其實不貴阿 他的轉會費是8800萬英鎊 即是我們賣了奧巴美爺的話 就會夠錢 咦? 奧斯爾也要 維拉里爾 1600萬 本來奧斯爾可以免費轉會 剛剛續完約了 現在立刻有條水魚衝過來送1600萬給我 好啊 奧巴美爺1.1億 我也是決定接受 巴黎聖日耳門的報價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 簽回基拿比回來 其實更厲害 年輕一點 還有這樣一回 我們還有錢剩 剩下7900萬英鎊 可以做回我暑假的時候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收購真的會幫到阿仙奴 在中場做組織 控制節奏 控制組織的方位 以及增強控球能力的 里昂球員 基拿比正式加盟 這樣真的強勢回歸了 基拿比拿完歐聯冠軍之後 阿仙奴球迷當然就是後悔 為何當年會放走了他 不過沒辦法 他德國球員當年打德國球會 拜人慕尼克 有點吸引力 不過不要緊 拿完歐聯冠軍回來 阿仙奴這裏 我們再次就是 希望可以衝擊英超冠軍 現在我們的陣容就很強大 開始 拜尼右邊 基拿比左邊 你看基拿比的樣子 多有信心 好消息 一浪接一浪 我們又成功收購IOR 這個陣容強 這次呢 可以封數一點 阿佬 你來這裡是練球的 穿西裝做什麼 對阿 他穿西裝 什麼事啊 為什麼你穿西裝來練球 對阿 我家裡沒有球衣 只剩西裝 先咬手瓜 看誰贏 誰贏了 誰決定穿什麼衣服 現在這個球在我腳下 在我腳下 拿不到球 知道嗎 對阿 對阿 拿不到球 剛剛教練跟我說 我原來穿錯了衣服 不好意思 我叫IOR 多多指教 原來有個很帥的方法 可以向大家介紹我今季的陣容 就是逐個逐個球星曬欄給你看看 看樣子 剛剛搜紋完 就是蘭露 右後衛的是高路士達文 然後左後衛的是泰亞尼 一隊中堅組合 加比爾 搭著沙尼巴 六號搭 四號 跟著 我們有防守中場的 湯瑪士五號仔 新加盟球員 去到中場的是 進攻面方面 我們有 斯巴魯斯 還有呢 還有另一個 就是創造力好的球員 IOR 十四號仔 法國球員 穿十四號 努力十四 跟著 我們有進攻點 拿卡錫迪 前鋒的球員 而左邊 和右邊 都是新加盟球員 包括右邊的 敗利 十號仔 基拿比 好 夠實力了 我們進去英格蘭 捉總盃 決賽直接 打這一場 對萬亂 出現 有時候睬一下眼 是會覺得真相似的 因為 PS 那些人的樣子 很細緻 球證 我們不要多 但其實都不適 因為我們不認識 他們的樣子 但如果你認識 球員 一看 你會覺得 耳垃亂 都很厲害 PS 一向搞的 人的樣子 是講求實感 之前 他們的樣子 比較僵硬點 但是你現在發覺最近一兩集 他的人樣已經有很多表情的變化在裡面 所以你就會覺得是越來越真實 你這樣看你都不覺得是公仔來的 你覺得好像真畫面一樣 這裡又是更加能夠增加到的配合感 看回我們班波的陣容 其實就是剛剛大家看到那一群 就是有艾奧亞 有基拿比 敗利 最高的這個沙尼巴很高 1.94米 基拿比10號仔準備就是迎戰這一場 在溫布萊舉行的英格蘭竹總盃 我們看到就是天朗氣清的賽事 先看看我們熟悉的阿仙奴陣容 講過了 在這個超級主攻的射二三結構底下 後備直都強 賀定比翼蓮 托雷拉 沙卡 恩比比 馬天尼尼 萬聯方面後防線都是那一堆 但是右邊的進攻點又換了後山仔中達希 後備直方面反而丹利爾占斯 還有這個雲達碧克在這裡 前風扇為什麼呢 萬聯右邊會用一個後山仔呢 不知道什麼葫蘆牌什麼藥 蘇斯一查 我們不管了 痛擊你 這次我們的戰術實行目中無人 寫一二三 對著萬聯又怎樣呢 真是控頭在腳給你看 主攻 超級主攻 今天呢 我這場的賽事就是跟大家用另一個攝影機角度去玩的 這個呢 就比較多些苦衡鏡頭 清楚一點點的 剛剛呢 看到拿卡錫德斯做個支點 就回給這個呢 就衝上禁區頂的艾奧亞 接著呢 我們就犯了規 因為呢 在這個艾奧亞禁區頂拿球的時候呢 就被對方呢 就是搶走個球 差點打反擊 那我們呢 湯馬斯就立刻呢 侵犯這個 就是搬奧米蘭迪斯 不讓萬聯打反擊 但是剛剛那個組織 我們會發現呢 就是左邊的基拿比呢 其實有個空位呢 可以做六頁插入的了 剛剛我看到呢 就是馬迪的派牌動作都挺真實的 平時他真的這個動作 好了 好了 阿仙奴打個反擊上來了 湯馬斯 自己射的 為什麼他自己射的呢 因為偏右狀態的敗利位置 就不算很好 但是我們這次可以看到呢 就是 拿卡錫迪又做個漂亮的支點 那基拿比送給這個湯馬斯 湯馬斯呢 新加盟投員嘛 那他呢 其實對禮物浦那場的賽事已經看得很好 那我發現呢 他box to box 非常之好用的 衝上來呢 很多時候呢 是能夠見功的 輪到我們阿仙奴做全場壓迫了 那兩個夾擊OK的 所以就脫掉了 艾奧亞就搶到一個球 送過來後方的這個湯馬斯做個派牌 高路斯塔文右邊拿 去不了 不要緊 沙利巴呢 在後方呢 轉個漂亮的方向 太亞利在左邊呢 就站定定拿 胸口落下來幾好 拉邊 進攻點 所以可以幫忙猜過半場 一猜過 艾奧亞送個直線給這個呢 就基拿比上 基拿比這個速度差了少少少 雲比沙卡閘的位置就漂亮的 但我們再反壓 又能夠搶到二次進攻的機會 湯馬斯在這裏停球 這次被普巴搶回那個球 看看曼聯中達希引領的反擊又如何 都不差的 但是呢 做支點的時候 福仔又差一點點 直接球都被人搶了 輪到呢 就是布諾法蘭迪斯犯規 布諾不知道是不是報復 這次拔將王牌來警告一下 剛剛呢 湯馬斯犯他歸歸 那一刻呢 湯馬斯沒有拿王牌 但是 班奴呢 這次呢 就橙落去拜利那裏 從後攔截了 給王牌呢 都合理的 投情都沒有用的了 罰球吧 這一種的罰球呢 我也是喜歡呢 就是 就這樣斬入去遠處 因為我們有高佬 這次 沒錯 這次呢 頂一下進來中間 有機會了 啊 差一點點呢 在禁局裡面有一個呢 就是射不機會了 輪到曼聯的進攻了 慢了啦 這個呢 雲比沙卡 結果真的被我們直接搶了 加比爾送個Half Speed 直線給這個基納比 地球全中 呼 差一點 拿卡瑟迪必入球 這些反搶再打 反擊呢 就是多空位了 沙尼巴呢 這次呢 很定當啊 拿回一個球 高路斯達文呢 入少少中路了 接著呢 就是 湯馬斯派牌 漂亮 好啊 前面呢 有個拉邊的 所以Half Speed也有空位了 艾奧亞這一個 嘩 真的有空位 差一點呢 就可以進去射門了 可惜這次不行 好啊 好啊 這次呢 就是能夠 傳中 剛剛呢 就是基納比 後腳送的Overlap 直線給這個呢 就是太壓力 你會發現呢 這次我們這個 寫一二三 面對密集 所做出來的組織呢 是很立體的 又有Underlap 又有Overlap 所以呢 萬聯暫時 現在呢 就是處於一個下風的狀態了 那我們只要呢 就繼續穩定後場 猜球猜球猜球 猜球半場 再控制節奏呢 我們可以控制這場 跟英格蘭捉獎球決賽的大局 好啊 太亞尼 這次呢 康瑪士呢 看到前面可以派就是送 太亞尼 進入中間做這個 電營系統的時候 找到拉邊的基納比 幫忙 拆過半場 進攻點拉邊拆過半場 不是很有用啊 好啊 來到呢 就是高魯斯達文這裡 多選擇啦 偏到最右呢 又有這個敗利 中間又可以轉方向派牌 艾奧啊 又來了 艾奧啊 有了 看到嗎 真的啊 做到呢 就是我所說的 一直以來的足球理論 面對密集 進攻點拉邊 呢 哈菲偉中路呢 空位會多的 又是要稱讚 拿卡石迪做個漂亮的支點 這次呢 就幫了艾奧啊 不 直接慶祝的時候 都幫艾奧啊 擔著支棋 玩過爾夫球 看一看 派牌一上 哈菲偉禁區頂出 真的呢 真的呢 就是可以再送的直線 給這個艾奧啊 插入的 那這裡呢 都可以就是說呢 潘奴法蘭迪斯 是跟人跟脫了少少少 艾奧啊 是新加盟球員來的 我經常都說 是要買他 為什麼呢 有用的嘛 這一場的賽事 就解釋了 真的呢 他的後上插入 和他的組織力呢 是強的 按區頂來講呢 他那個停球呢 不是說頂尖啊 但是他也幫到手啊 就很適合我們這一套呢 就是寫一二三 超級主動的 上半場三十分鐘 能夠領先了 不錯啦 跟著呢 我們可以享受 後場猜球那種呢 就是真實感的節奏 可以呢 慢慢呢 就是猜中 轉上來吧 這些畫面順滑度呢 都真實的 拿球啊 各樣的一些 是動作呢 我們都感受到呢 都 是頗真實的 但是呢 有些危險啊 不要緊啊 沙利巴馬馬上 就是closing down 他 立刻壓回他 不讓他轉身做直線 斯巴路斯啊 轉過來 右手邊 敗利 拉邊 敗利呢 暫時是一個 踢得沒那麼好 是球員來的 在阿仙圖陣中 斯巴路斯差點 可以half straight插入 這次不成功不要緊 又回到後面 又慢慢做過 轉過來 是泰亞利 送他來基拉比拉邊 哎呀 這一個很漂亮的組織 從右轉左 拉個空位出來 哎呦 差了腳尖 越位 被這個是助理電視裁判看到 好 不過不要緊啊 正所謂我經常都說 真金不怕紅爐火 我們能夠做到漂亮的組織 怎麼都有下次機會 萬聯呢 真的被我們現在完全控制了 他們的機會真的不多 只有一些零星的反擊 而萬聯今天的反擊速度也不算快 好 湯馬士送上來基拉比 右後腳 艾奧亞 這次來到這個位置 基拉比 哦 基拉比 這次左腳差一點 偶然看到艾奧亞和基拉比 調了位 就看到艾奧亞插入速度 就沒有基拉比那麼快 基拉比禁區頂的傳送 就沒有那麼好 這樣 那調回位 好了 高路斯達文 進來Half-Space位 斯巴路斯 哦 這箱子給他就不成功 不要緊啊 我們又反翔成功到 好了 拜利發揮速度在右手邊 地球漂亮啦 斯巴路斯地球全中 哦 這箱子如果成功的話 就破了密集必入球出現 看到啦 又是那種啦 進攻點拉到最右邊 主角 Underlap Half-Space插入 真是做到現在最現代的破密集組織方案 所以今集呢 大家玩那個組織 玩那個戰術呢 都是有另一番的風味 即是無論後場猜球 你要掌控節奏 感受節奏的實感 以及你現在 真是執行你的戰術 也是能夠做到 大家想要的組織出來 那這隻遊戲呢 那這隻遊戲呢 真的玩得過了 好了 這個呢 雲比沙卡轉過來 就疏爾 那就是猛亂下半場 要努力一點 想一想什麼辦法 但是呢 又一拿球的時候呢 高路斯達文馬上衝上來 搶了個球 哦 反擊啦 撒加位啦 湯馬士中過來 基拿比 切入 Stamu 那反擊來說呢 前面呢 三隻快 那卡錫迪 就是這個 基拿比 那卡錫迪 那卡錫迪呢 年紀大小小小 就慢一點 但是我們有這個呢 就是 基拿比 又搶到了 那卡錫迪 跟著IOR 這次呢 就是沒有快攻機會 就不要緊 拖回環線 一送去IOR 衝上來禁區頂 送個直線Lens 不過這下就遇到位了 IOR看到了 衝上禁區頂 送直線的能力 這個球員買得過的 是貴的 6000萬英鎊 但是有潛質 好了 萬聯終於頂不順了 要拿走這球 你決賽 沒有用年輕人 大哥 那隔年活特都不用 可能是雙 只剩下 這個就是丹尼詹 看得到 萬聯你買不到 正式的右邊進攻點 你變成這樣 你一是就懂得用 這個連加特 但是你又不懂 連加特 我們遲些 在這條片的後尾 我們會用一下 賣個關子 好 這個直線 讓大家射中間入 差一點點 不要緊 再來過 下次 頭鎚方面 我們的防守 也是強的 好了 這次我們也是集到位 搶到球 進來中間的泰雅尼 好了 我們就試後場 哎呀 這次後場猜球 有點失誤了 被班奴 立即搶到球 懶手 出個熱戰隊 有王牌 在身的搬路 在五十八分鐘 攀成一比 這下呢 我剛剛就是 清散過這個 阿仙奴後塵線 夠高 但是夠穩陣 但是可惜 一件事呢 就是後場猜球 這次我們有少少 就是大意了 其實是我的問題 來的 因為呢 我也很習慣 就是用一個 中堅 龍門猜球 的時候呢 就是向中路發展 拉散對方的壓迫網絡 但是沒辦法了 立即要調動了 N比比 入堤 敗 一比 我們重新來過 但是不要緊 一直來呢 我們都是處於上風的狀態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只要我們繼續 能夠踢到水樽出來的話 應該可以繼續 有上風 應該可以入回萬聯波 好了 基拿比 左邊拉邊 漂亮啦 我們又做到了 破了密閘 第二波就全中 哎呀 這個B入球回到外邊 N比比 就放進去慢了 立即打回 反擊出來 哇 賽事變得突然之間很快 超 馬仙 啊 這個反擊呢 就直接中路插 直插心撞 我們剛剛破了密閘 差點入球 轉到過來 馬仙 立即又入球 我們呢 會堅持用回 守門員出來猜拳 哎呀 不知道是否被人攀成平手呢 突然之間呢 就是失誤 剛剛那一刻呢 其實比泰亞尼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比前左 我都控制不到 手掣的 想給那個位子 照計就是 好 IOR 轉到了 哎呀 這下怪雞啊 TOMAS 立即 這一陣子呢 應該就是PS這個系統的一個設計來的 不是吧 還給了12碼 我能踢到球 看看 先看看 哦 岳衛 丹尼詹斯 黃牌 不知道為什麼要警告他了 可能是投訴過擊 剛剛我說呢 就是那個系統 發現你被人攀成1比1的時候呢 他就會令到你亂一亂 那樣的 即是傳送難度高了 即是平時交到的都交不到 好 高路斯達文 插進來中間 送直線 沙卡插進 差一點點 想法就可以了 但是曼聯來到這裡 有沒有機會反撲呢 沙卡呢 去到右邊做中攻 回後 高路斯達文 拿回頭 好 沙利巴 高大哥 那怎麼辦呢 哎呀 差一點點 又是 加不到給隊友 這些 平時拿球的隊友會現身 突然之間呢 阿仙奴被人進了一球之後 現身就慢了 好 沙利巴 這次又是了 現身慢了 找不到隊友比 真的 你會發現 有不同的感覺 好 高路斯達文 剛剛交失了球 找了比奕蓮 入替他 而 所以 也是被退下火線 威廉士 入替 今集這場賽事 我真的看得到 有一個 就是馬迪的動作 的確是非常之 像現實的 馬迪的動作 真的很像現實 好了 拿卡錫迪 有機會了 被安比比衝一段 安比比 網網完全不過 安比比 哎呀 好可惜 遲了比 其實呢 我剛剛呢 都看到一下 但就是決定了慢了 拿些經驗 有時打機的東西 唉唷 好漂亮啊 這個頭腿功換差點進了 阿仙奴其實呢 差一點點了 這裡射過去 有時打機的時候 電光火石間 想到 未必敢去做 這裡就看到我的 級數不足了 我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的級數不足了 意識呢 我就有了 比下去 漂亮的 拿卡錫迪 這裡呢 就想到 看到做了 但就是交大力 對不對 好 好 沙利巴拉米衝過來 就掉了 誰知道呢 就被這個 Buno 迪斯進來 這下是不是12馬呢 沒有啊 嘩 曼聯這一段呢 真的有些反撲的味道 開始呢 有些機會 嘩 麻煩啊 上來打進攻中場的位 這麼拼 Buno 這次呢 不升這個壓力 被人撞一撞 就失去平衡 影響了射門壓 那個機會 好 我不會理的 我繼續呢 就是用守門員後場猜拼 其實很有作用 嘩 這個羅波羅 掉了也有的 真是差這麼遠 難道 啊 好 Thomas 可以了 有空位了 推推推 做超級連結人 推上禁區頂中間 噢 這樣自己射了 嘩 機會都不是 其實啦 推上禁區頂中間 應該要呢 就是交過好一點的 但是你會發現 這次你看多一次 右手邊那個位 你推進來 沒有人 就是那個是 19號仔那下 衝上來 那個位 不漂亮 這個呢 M比比那些不漂亮 給不到的 好了 麥加亞 鬥頂 上去前面 和人家 不夠沙尼巴頂 這下漂亮了 沙卡 進來中間 變形 拿球 推推推推推推 折過來嗎 差一點 這下壓迫差一點 這下壓迫差一點 有些機會 嘩 話口未完 已經打到 去到 92分鐘 好 寬奴 拉斯一擊 這個呢 加比爾 就是炒過他 泰亞尼 搶到球 喂 輪到我 給我反擊機會 差一點 結果啦 竹種杯決賽 要打到 1比1 入加時 加時 再戰 其實呢 阿仙奴 佔據著 絕對的上風 是自己一個失誤 就是搞禍了一件事 如果這次阿仙奴 是沒有了竹種杯的 衛免冠軍機會 那就是 那下的猴神差寶 我要負上全部的責任 喊 喊 那好呢 好啦 湯馬士 派派沙卡 安比比 有個碟瓦 他是給力連 衝下去 夠速度 第二波全中 前柱呢 有拜利頂住了 有我呢 就是 反壓二次進攻 機會叫我啊 宋直先 有啦 哎呀 我按多了一個呢 就是 射門鍵 所以我要按一個呢 就是交叉的鍵 取消回射門 誰知一按呢 就變成一吸 就出了界了 艾奧亞 按區頂 送直線那下 其實呢 我是想地波全中 誰知 泰國組按射門鍵 又想取消回 就是亂七八糟 哦 泰亞尼 送下來 入啦 哎呀 為什麼這球會射歪了呢 那卡射地 哎呀 白必圖好興呀 白必圖說給我 他來當一定入啦 白必圖局 他來當是世界頂尖的 這個泰亞尼這樣衝進來 地波全中 機會齊了 拿卡射地 竟然把握不到 是不是年紀大了 拿卡射地 不過沒辦法啊 他隊長身份 還要的 要放在這裡 精神之處都要的 好了 加比爾 又頂贏了 這次阿仙奴頭防線 穩陣很多 頂贏幾個這些呢 又有進攻機會 好了 送了上來 基拿比莎衝進去 這下的傳送是頂的 湯馬斯 為什麼會這樣比 又送回龍門球呢 就是給曼聯的守門員 這次呢 捉獎杯杯賽 用褲選守門員 隔難的 好 頂上來呢 就連到的 飛魚宗斯打在右後衛嗎 差勁啦 控球人的 這下補到的犯規是叫做運數的 對吧 拿到 其實呢 就被人全埋去 那看這個 這個佛球是如何 傳送成功率呢 阿仙奴高一點的 高了啦 又頂贏了 阿仙奴真的 好 安比比送直線 拿卡瑟迪支點 安比比充 嘩 這下呢 對方後防球員是產得好的 要稱讚回 北連呢 送上來安比比 支點漂亮 回後 艾奧亞送 漂亮 吉娜比 有啦 這球波格蘭要讚 這個守門員救到 艾奧亞的直線 真是神級的了 吉娜比 這下 艾奧亞了 一送的 一吹圈了 手術刀直線 嘩 這個左腳一咬下去 那一刻 嘩 這樣也救到 射得漂亮 救得易漂亮的 籠統說法啦 安比比角球 這次嘻嘻力斬近處先 頂下去 拿卡實力頂不贏 哦 上半場完了 加時下半場 立即滿邊再戰 哎 阿仙奧差一點 就是領先倒 一直以來 阿仙奧贏球的幾倍 真的高很多 看來呢 如果阿仙奧最後 有些什麼 陰溝女搬船 滑鐵路呢 那個後場猜球 真可憐 好 奧巴搶到球 挺好的 送上來就不夠高 又是 撐到啊 不行了 撐到也沒有用 最多角球 沒有 那就是 我有你啦 後場猜球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呢 就是貼近現實 後場猜球 用回守門員 我無論如何都給他了 沒錯了 這樣呢 浪費了兩個壓迫 怎麼行 你守門員拿球 哎呀 應該有膠塞的 先搶回來 不要理他 哎呀 搶回來 戰術就做對了 但是膠塞球呢 啊 真的 我被人攀成1比1之後 後場猜球膠塞的幅度是大一點 好 送給這個艾奧華先 立即給他 對啦 立即做超級連結人 送直線 哎呀 這個為什麼要送得這麼頑皮 啊 安比比下去拿 很好 拿到 地球全中有了 又救到 哇 啊 難道今場的賽事 萬聯最佳球員 就是個守門員 格蘭 喊好啊 Saka 安比比 Saka 這一下 入到這麼多射 哎呀 中柱啊 哎呀 為什麼連運都沒有了 先看 安比比這一下很好 好啊 立即內切回 送回禁區頂的位置 推進來了 有空位了 哎呦 不過這一下呢 就算不中柱呢 都被格蘭救到的 格蘭真是今天 捉了 撲夠啦 格蘭五次 蘭爐三次的 格蘭呢 就是 既勝一籌 不過呢 又這樣說啦 阿仙奴的射門是多些的 令到格蘭呢 就要表演機會多 正所謂呢 就躍鬼出龍門 好啊 艾奧亞又有機會做 超級連結人了 去到下半場 大家打開兩邊 哎呦 這一下竟然這樣比 不要緊 Saka 撿回艾奧亞 送回艾奧亞 這新位差一點 MBB再拿 嘩 普巴今天其實都厲害 搶很多球 哎呦 整場一比一完了 那 即是怎樣 一百二十分鐘打完 就是護射十二碼 哇 護射十二碼 就沒有高低了 阿仙奴佔全場上風 都變成了 護射十二碼 就有壓力了 因為你一路呢 像是比較贏波 那一隊贏不了 要護射呢 還有根據數據 萬聯護射十二碼 十二碼能力值 能力強一點 啊 真可憐 你看看我反過來 十二碼能力值得 N比比是叫高的 其他都不夠高的 那 難道我這個護射十二碼 真的要輸 那 護射十二碼 真是講運數了 這次 怎樣呢 會有什麼事發生到的呢 先尼射了 基娜比 那他就教了 你按這個R2 然後呢 就是焰個孔出來 焰個孔出來 焰個孔出來 那你就可以知道 自己會上去哪裏 那就是這樣 我焰過去了 我射高波 射高波 射高波入的機會大一點 基娜比一抽 哎呀 中微 慘 射高波的風險出現了 射高波雖然入的機會大 但是中微的機會也有 好了 接著呢 就是撲膏了 用你的左邊Analog 那就是要捉路了 那就是要捉路了 好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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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得漂亮 簡直就是 勁抽 死角位 輪到N比比 好 阿仙奴射射越馬最厲害的那個人 唉 我不管了 今次我射地球了 起碼不會中皮 但是不會中柱呢 差一點中柱呢 看來我都拿得幾盡一下 兩球都 好 輪到Danny James Danny 佔年輕人的經驗欠缺 OK 撲到你了 年輕人了 年輕人了 拿卡石敵就不是年輕人了 我射回你的位置 我射回Danny James那個位置 哎呀 他也能復足道路 格蘭今天厲害的 這個守門員 新高手長 馬斯亞又怎樣呢 嘩 我又撲到 不過我又覺得我自己的守門員 好像走出了一步 好像有點犯規 但是又撲到你了 球證是叫做合法 我領先了 現在反過來 艾歐亞射地波 嘩 這一下也很敏 其實格蘭也能捉到路 萬聯的守門員今天 嘩 捉到路 好像是基南比哥 他捉不到而已 其他他也捉到路 搬路了 搬路應該實在沒有牙齒 十元馬 繪子手 射中間 這一下真的 真是陰了 好 沙卡 年輕人 那怎樣呢 格蘭說年輕人 慘了慘了 我有點害怕 我有點擔心 這次 怎樣呢 不要射得那麼偏 真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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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 中柱 唉 射得不夠偏 真的抓了你路 好屈肌喔 萬聯這個守門員 他不敢看嗎 你不敢看嗎 普巴射 他進去就要再射了 普巴射 喂喂喂喂 射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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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了 射了 唉 幫緊你幫緊你 好 湯瑪士 我射地球了 要入啊 唉 嘩 其實射得不漂亮啊 不過 幸好這次格蘭 是叫做不到路而已 好 馬迪 有勢經驗吧 這一下他可能可以 喔 竟然是馬迪射了 反過來 蘭盧也做回一次英雄 格蘭其實好得來啊 蘭盧今天到最後 所以呢 又被他撲到這個 實驗 問題呢 就是真的變成了 萬聯 那個丹尼詹斯的實驗馬就貴了 如果你 不用丹尼詹斯 在那五球裡面 叫做射入組多一球 這樣阿仙奴就叫做完完啦 現在呢 就放三回阿仙奴 給阿仙奴可以呢 叫做是 為免成功 英格蘭足重杯冠軍 今年我們拿到這個 就是杯賽冠軍 有交代啦 雖然呢 我們放了這個奧巴美爺 但我們賺到錢回來呢 就換了好幾個有實力的球員回來 補充了我們的板凳深度 那變成這一支球隊呢 去到下一季 戰鬥力呢 就更加強啦 那還有 奧巴美爺年紀大呢 放了其實是一件好事 好 那足重杯呢 我就拿到了 是時候要打歐洲賽啦 歐洲的是歐霸杯決賽 比賽之前呢 記者又問我們了 會怎樣應付的嘛 講一講吧 首先呢 就當然是說 會 享受比賽啦 那就可以幫球員減壓先啦 那如果拿到歐霸冠軍呢 那應該就是雙冠王的啦 那歐霸決賽來說呢 那個通道又會好一點啦 咦 其實拉素今年的衣服都不錯 那講對手的拉素呢 實力應該就沒有剛剛對的萬聯那麼強的 這場球我希望啊 先用一個壓倒性的方法呢 是贏拉素捧杯 那球場呢 就是老人球場啊 巴賽的球場 那大家可能都會記得的 在巴賽老人球場上演的歐洲賽決賽呢 最為人熟悉的 當然就是99年咯 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是德國球隊 對英超球隊 霸人對萬聯 這次呢 歐洲賽可以放很多的後備 所以跟導師下卡 都是會見大家的 在後備席那裡 不是正選 正選呢 都是勝利的十一人 而拉素方面呢 繼續行的三中堅結構 應該呢 首先收縮啦 因為他們是玩的三五二 不是三四三 那所以呢 應該就是比較下風一點的 那我們繼續呢 就是右邊敗利 左邊基拿比 超級主攻 4123 那我們呢 就會繼續 是試下 進攻點拉邊 主角插入HalfSpace的組織方法 剛剛對著萬聯的時候 我們都試過幾次了 成功的 只不過呢 就還未能夠產生入球 那我們繼續 就是圓邊線的戰術 繼續呢 就是 進攻點拉邊的是 指令 嚴謹執行 好了 後場猜球呢 又是慢慢來有勢 就是現實比賽的感覺 就是感覺 繼續啦 就是邊線兩人一起拉 那就更加容易猜過半場 只不過呢 剛剛那天連不到中路 所以我們暫時還未需要猜過半場 好了 好了 已經過了半場了 邊線又是可以呢 就是向前找到基拿比 基拿比呢 又會找到呢 就是艾奧亞 艾奧亞呢 就再把基拿比 拉到最左手邊 基拿比內切 派牌的有這個呢 就是湯馬士 艾奧亞桑的直線 泰亞尼 泰亞尼呢 就是不會出波 因為廢線 明白明白 好了 士巴路斯轉過來這一邊 看可不可以插入禁區 底線成功啦 這下傳中呢 差一點點 就是進入到中路的位置 這下呢 由左邊轉到中間 再轉到右邊的時候 拉開對方的後防線 連這個呢 集位球員都可以 進入禁區底線 剛剛呢 就是看得到呢 拉數的後防線 似乎是 有點 少過雞的 是收縮問題 就是過分收縮 不能夠呢 就是擴張回去 押著對方的 集位球員進入禁區 對呀 看看拉數呢 會不會是三中後位 後場猜球 你會發現呢 他們三個中堅 後場猜球 再找閘 這一種模式呢 都是現代足球 比較常見一點的 他們都叫做到啦 暫時呢 就是猜散了我的全場合璧 但是用高球過去呢 就是不夠細緻度啦 哥里亞這裡呢 就是拿回 轉回他們的右手邊 但是呢 就過不了我的泰亞尼米亞 這一下呢 就是差一點點 就是對抗性喔 不給他呢 就是能夠入到來 明迷明迷投錘弓門 這個三中堅結構 如果不變形的話呢 面對亞斯堂的密集 相信都是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啦 那就 放回去禁區外邊 就著明迷明迷用投錘弓 那這一下呢 其實呢 就叫做是頂贏 不過就是 當然這麼說啦 明迷明迷呢 就是不容易連結到的 好啦 這次呢 我們見到搜門員 是用馬天尼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就是杯賽嘛 杯賽我們就用回 就是 複選的搜門員 那麼 當時呢 我開機的時候 開遊戲的時候 馬天尼斯 還沒轉回阿士東維拉 好啦 泰亞尼呢 這裡呢 少少變形啦 但是想說交給這個呢 湯馬士大失敗了 暫時呢 在這個組段來說 阿仙奴的傳送呢 就不算是非常之穩定 不過呢 都是有個譜的 好啦 拿卡錫迪支點 靚波 斯巴路斯禁區 嘩 這一下靚啊 斯巴路斯禁區 頂宋泰 這個是艾奧亞 插入禁區底線呢 也是有機拿被拉邊的功勞的 好啦 這邊拉數 打一個反擊 但是就不夠 高路斯達文速度快 好啦 拜來呢 可以做個超級連結人 這一下 會不會呢 盡量用速度壓過對手呢 可以喔 一路呢 能夠呢 一路呢 推上禁區頂 但是這一下呢 傳送的時候 就闖錯了少少 但是他那個速度 吃對方那個速度的時候呢 就吃得的選擇都算是不錯的 喔 基拿被努力壓迫呢 就搶到那個球 就遭受到犯規的 這一下呢 對方是拿腳的 會不會拿牌呢 球證暫時呢 早段25分鐘 是叫網開一面的 我們盲鏡可以看到啦 搶到球 吃了三位先的 這一下一打下去的時候 對方的手位呢 就是犯了規了 這個拉莫斯呢 就是 用完意大利的手法 說球證不對啊 但是 明顯看到啊 電視直播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了 真的拿到腳的 他呢 就斬下去這裡 頂上禮 艾娃的搶 這一下呢 拿不到啊 斬球的 角度有點欠奉 就是 不太夠呢 就是鐵門 所以是不太威脅的 不過相信呢 應該是可以拿到角球的 沒錯啊 不拿呢 是因為拿角球的 斯巴路斯的是角球 斬近處 這一邊呢 衝起的時候 失敗了 泰亞利呢 用右腳拿 這一下拿得不太好啊 結果呢 就被拉素打一個反擊 音樂比利呢 就是衝的 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人幫他 前面兩個進攻點 孤棍作戰的問題 所以唯有呢 就是加回後邊 整個組織 基本上是拖慢了 那 莎莉呢 這一下 拿得不漂亮啊 但是 拿到犯規就算是好彩的 這一下 拿球第一腳呢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就是差不多可以被搶的了 只不過呢 可以說 阿仙奴的防守球員 這次呢 就有點不夠經驗啦 其實就是可以 拿個位置 拿得漂亮一點 就不用犯規了 好了 這一下呢 漂亮啊 拿卡瑟迪做個G.1側下去 基拿比 立即接應 這個泰亞尼的直線傳送 是想要衝上來 但是對方的守衛都不是善行順順 就出回來 哥利亞就手轉攻啊 突然之間呢 這一段呢 打來回高速球的 是比賽品種的啊 這個拉素呢 差一點可以呢 就是打到反擊了 其實呢 三中堅結構的拉素 喜歡打這個比賽品種啊 所以這一段時間呢 上半場的早段來說 阿仙奴控制大局就不算很好啊 那所以呢 應該是要再努力一點呢 就是拆拆定球 拿回節奏啊 不要跟著拉素那種呢 就是速度型的戰術 好了 我們呢就繼續用 就是馬天尼斯的 誘惑守門員的戰術 沒錯啦 拿球久一點人們呢 過來壓 就變成呢 可以拿到一個 減少對方的壓迫點了 這一下呢 拜利送他送他直線 斯卡路斯 HalfSpace插 一個想法是好的 頭鎚鬥頂 嘩 托馬斯頂贏 這些頭鎚鬥頂呢 我覺得PS做得不錯 因為他們那個呢 就是身體的對抗性上邊啊 還有那些人的 互相壓的時候呢 搶位的時候呢 那個感覺呢 挺有實感的 這些人應該有人受傷啊 所以這個托馬斯 將他的球呢 踢出環邊界外 先不理會受傷的那個保持 好 拉素這邊呢 就拿回 拉過來這一邊 就是左手邊 想要衝上來了 閘位進攻 音樂比利 就比回來了 不是左的命敗 其實都只有這一招而已 拉素呢 就應該是 只剩下這個方法的時候 阿仙奴的後防線夠高大 對嘛 拿卡錫迪呢 轉過來這一邊 艾奧亞艾奧亞呢 好像有點受傷的問題啊 但是不要緊要 他照送啊 漂亮的是 超級連擊人直線 Dana比啊 能夠啦 見功啊 那這個呢 就是 剛剛都說啦 就是拉素呢 打得快一點的 但是問題就是 拉素打得快呢 我阿仙奴那邊的 中攻點級數夠高啊 那結果呢 大家互相 打點半單刀的時候呢 我就變成了我把 阿仙奧亞這天漂亮的 第一時間送直線進去呢 Dana比啊 就是 右腳一硬呢 就是 輕輕來一趟 遠處就 網仔入了 跟上多次 艾奧亞的漂亮直線啦 艾奧亞真是這個 收購的關鍵啊 也都解釋了 為什麼我夏天的時候 這麼想買 去到冬天的時候 都要買的 終於都買到 幾次呢 決賽呢 美的直線 也都真是 今次就真真正正 給他 發揮到那個功能 還有真的做了一個 就是 助攻的掃出來了 好了 古路士辣文呢 就是回校好請以下 上半場 我們成功領先的時候 可以拖慢一點的節奏 插上半場先說 沒錯 四十四分鐘呢 臨完上半場 遲到入球 那拉數有點不幸 為什麼呢 臨完詳情才失 其實 差不多完的時候 拉數就不應該推快那個節奏了 那半場的數據呢 我們都是佔有一個 好一點的控球比率的 去到下半場的時候呢 我們的戰術都不用怎麼轉 就繼續呢 就是寫二三 超級主攻 哦 現在呢 才要換沙域進來 拉數 原來沙域就不是打正選 我還以為他轉了會 原來在那裡 好 馬天尼斯 走出來 是不是 又呢 令到對方的小組壓迫點 立即衝過了 對方壓迫點就沒有了 跟不上了 好 艾奧亞利亞應該是要上 不應該交喉 阿利亞我就選擇失誤了 結果呢 就給這個拉數有機會 可以打回反擊 不過他們似乎就慢了 艾奧亞利亞斬上來 基本上沒有譜的 唉 我犯了規 有點愚蠢 艾奧亞利亞不用犯規 不犯規的話 斯巴路斯就是犯規 不犯規的話呢 就不需要被拉數有的拔球 基本上拉數的反擊已經是無效的 是會呢 就是失控球權的 但是我最後那一刻呢 就拉倒他 球證是看到就走不掉了 但發球來說 阿仙奴就不用太害怕了 因為呢 夠高了 還有拉數這些 這樣這樣這樣 斬到禁區頂倒掛呢 就想要耍閘技 其實就沒有什麼作為 你看這樣這樣搞 這些太高難度了 好 龍門球我們又了 後場猜球浪費時間 或者呢 對啦 又是這樣呢 令到對方少了更加壓迫 好 沙尼巴 轉過來高路士達文 中間派帕托馬斯 不能去 轉過來太亞利這邊 就可以了 好 好 基納比 是不是先送了直線 對啦 折下去 刀啦 刀扔啦 有啦 卡瑟帝 為什麼好像捉重杯決賽 這樣門前失機 基納比 拉邊靚啦 第一時間送阿尼巴 按他的底線 哎呀 這個樣子 會不會是散中對手呢 我們真的覺得有點失望啊 這個球球 對於這個 納卡瑟帝 唯有再等下一次機會 雖然都是那句 真金不怕猶火 照樣呢 如果我們繼續可以做到 以上剛剛做過的進攻呢 基本上做了幾次拉數 頂我們不順的啦 我們的寫二三拉邊 三中堅都不能夠防守的啦 好 斯巴路斯艾奧亞 基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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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奧亞 又入這些位 今次艾奧亞自己射啦 哎呀 散中對手 三不中那些艾奧亞 又有機會入 好啦 我的耐性差不多 我覺得呢 是要拿走年紀老賣的 這個是 拉卡 其實我們有選擇 我們有馬天尼尼 這個其實呢 都是可以打中鋒的球員 因為他呢 很多時候在歐霸上陣的時候 都可以用一個叫做 投錘宮門入球的辦法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選擇一個隊長啦 馬天尼尼呢 太過年輕啦 隊長呢 加給斯巴路斯 就是希望斯巴路斯呢 就是可以 今季之後結束完租借之後 就是正式加盟 阿仙奧 剛剛啦 這個沙利巴又頂贏 我們很高大的 阿仙奧的項目 好啊 這有東西啊 金拿比 吃掉了身份 送回給斯巴路斯 斯巴路斯 拜利 斯巴路斯 拜利 喔 破了密集 第二波 似乎拜利是沒有右腳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是全中球那麼頑固 又頂贏 看看你 這個是漂亮之點 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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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啦 哎呀 拜利連續兩個禁 哪個機會都把握不到 可能年輕人有問題 剛剛呢 其實破了密集 右腳 地球全中 竟然右腳出得那麼差 然後剛剛那天 左腳又太過闖絕射 哎呀 我後場呢 有點失誤啊 被人搶了球啊 掛著說 大禍 又是這樣呢 又好像對著萬連 領先之後 又被人追回 這下呢 都是我的問題 其實都是呢 要我認錯的 就是 湯馬士呢 在後場的時候 應該是早點 把球回後一下 這下呢 回後就行啦 回後就行啦 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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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給人搶球 立即呢 就是打個反擊 噢 音樂給你拿得不好 但是不要緊 就抽回去 1比1呢 我們現在才換到人 原來 沒辦法啦 那我們唯有呢 就是希望 放入第二球球去贏對手呢 時間還有的 只有70分鐘而已 不過呢 就算不行呢 因為打架時呢 應該也有實力上的優勢啦 好 剛剛呢 就是阿奧亞的交球給斯巴洛斯 給不到的 泰亞尼 湯馬士特尼 這下比得不漂亮喔 啊 又是那句啦 就是每次呢 一這個 是 被人追成平手之後 我們的組織呢 就會差了 很有趣喔 哎呦 難道真的被拉索有機會 拉索入到禁區裡邊 這下頭才沒事 好 好啦 又被拉索拉到來幾分鐘 74分鐘 啦 希望呢 我們的全球呢 可以穩定一點 慢慢猜到半場 就是啦 好了 慢慢猜到半場 就是突然之間來的快 快江 艾奧亞 慢慢推 慢慢推 推過來 斯巴洛斯 地波全中 有了吧 有了吧 哎呦 終於都呢 第三第四次機會 敗利入球了 終於都不顧所託了 剛剛呢 就是 講他年輕啊 不夠經驗啦 埋門呢 把壓力差啦 那這下呢 斯巴洛斯很厲害的 喵喵喵 慢慢推上禁區頂啦 快來拉過來 斯巴洛斯 禁區底線 地波全中 右腳也是洗得不漂亮 幸好呢 可以用回頭鎚呢 就是補回數 就叫做完成迫入球機會 組織呢 就漂亮的啦 埋門也是差一點點 可能右腳啦 也對啦 幸好呢 就是對方守門員呢 解圍得遠 他大利呢 立即呢 就可以 叫做修正到 那去回2比1啦 賽事又變回 78分鐘 我們都隨即調動 我們將呢 剛剛助攻的斯巴洛斯呢 就是 退下火線 就用這個 跟道斯 比較硬正一點的 是防守中場 那頂著呢 就是用來的時間 那賽事呢 剩下最後10分鐘的啦 歐霸冠軍呢 就差不多 好了 加比爾 真的慢慢拿都不怕 不過呢 要穩陣點 不要失了 馬天尼斯 沙拉巴 馬天尼斯 看清楚一點啦 OK 這一下拉過來 哎呀 大力了少少 那我控制上的問題啦 好 我再換 後面有個這麼好的 是比翼聯呢 都要用一下的 那麽 高路斯俠文呢 可以暫時先退下火線 那麽 那麽今天呢 他的表現呢 是中距中距啦 不少出彩啦 不過都不是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呢 就是位置上的調動啦 要補一下體能啦 那個位置呢 都是要一些速度的 好 這一邊呢 就是拉素的 右路界外球 沙域終於都出到來 有些什麼表現啦 沒有什麼表現 沙域那個體能呢 都幾頑皮的 你看得到的 和我打足90分鐘的 那些都差不多 那就是說 可能就是他本身的傷 好 好 根道斯這個就夠了體能啦 推啦 啊 轉過來啦 艾奧亞拉到這個位 送進去基拿比 不過我不去啦 哎呀 這一下 過分保定 我不去是對的 我不去 就拉一點時間 拖一下時間 拉一下步 有隔離琴 好 給回了 阿加比爾 泰亞尼 沙拉伯 他旁邊啦 對啦 穩陣一點啦 Thomas 後面可以慢慢猜 浪費一下波鐘 哇 這一下 矛魚一點啊 投正飛牌 對啦 這一下呢 真的有些是黃魚 這樣呢 就是拉到腳裡 球出了嘛 對啦 嘩 這樣 這個黃牌 真的算底了 這些有權 如果再 踢高一點 可以紅牌的 好 好 沙拉伯呢 就是之前踢足中盃的時候 反錯的球員 今天呢 就沒事了 太壓力呢 避開兩件 過來呢 過來我才給他 再轉艾奧亞又來 超級連技人上身 這一下轉過去 都拿到的 可以順便國球旗戰術 拜他今天呢 就繼續踢足九十分鐘 Tomas 艾奧亞 今季呢 這個最佳收購了 Vegnan 不要傳中啊 浪費過中啊 那 現在補上補了 去到 基本上就不可以再補了 好 踢足出駕就完場 沒錯 歐霸冠軍 阿仙奧 之前呢 曾經有機會 不過輸給車路士 當時呢 愛美麗執教的阿仙奧 浪費了兩年時間 有人問 就是愛美麗執教浪費時間 但是當時阿迪答未得 還在哥迪奧南都學習 所以呢 是不是沒有浪費時間 我答案當然是浪費時間 就算找不到阿迪答 你都不要找阿曼尼 那個教練 唉 就是我不明白的 就是我不明白 那些阿仙奴球迷 當年怎麼看的 就是 就是竟然阿仙奴請 艾曼尼 他們說可以的 可以有些 簡直是很奇怪 就是 你不要整天盲撐對球 你看到那個 對球買的人 是不行的 找一些教練 是不行的 就是出聲的 大哥 每次都說可以 那就是不用說 每次都可以 就不用問你了 是不是 艾美麗 艾曼尼 教巴黎 那麼多球星 你都可以贏 那麼多球 輸給巴塞 唉 不用說了 之後又輸給黃馬 明明是領先的 對球 好 好啦 我們現在也看到 就是阿仙奴 拿到前四 終於都可以 而積分 也高過熱刺 萬聯是第六 車友是第五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 如果萬聯買不到新組 拿第六 都合理 不過熱刺很厲害 拿回前四 令人有點意外 這個李斯一城在第十位 狼隊都高過他一位 韋斯岩上不到 有點意外 那麼 白禮頓 士東維拉 不用降班都很好 結果 降班的是 列斯聯 西布朗 富咸 三支星班 全部降回去 取而代之 諾域治 潘利 茅夫 史督城 好啦 這裡我們就是 希望下一季 更上一層樓 下一季 是希望拿冠軍 也好 不過你給錢 我們才行 那 MASTERLIT 先玩到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另一個模式 我也想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一球成命 只可以用一個球員 立即想到 就是用一個球員 就是用那個人 當然啦 很過癮的 用他來玩 玩他是最好玩的 我永遠都喜歡玩他 玩到他都過癮的 當然是玩你啦 連美斯 不是連加特 其實呢 為什麼坊間會叫連美斯呢 都是拜小弟所賜 我經常說 就是他應該打右邊 自己進入中間 好像美斯一樣 裝美斯 結果那些人 立即跟他說了個名叫連美斯 這裡可以請求你想踢什麼位置 我就選了踢右邊 我經常都說應該踢右邊 連加特 踢右邊的話 未必要買新組 那 今場呢 就是對白禮頓的 是英超賽事 我打正選 連美斯打正選 那但是為什麼 右邊呢 是會出這個 有一個珊尼爾占士 什麼事呢 我今場打什麼位置 先看看 欸 為什麼要逼我連加特 打主角位 你蘇斯一茶做什麼 我是想打右邊 我不是想做主角 你逼我做主角做什麼 那我唯有做主角 連美斯當然想做主角 唯有做主角 但是我在中間 拿不到球 喂 我給我 唉 拿到了 拿到球 唉 糟糕了 是不是 一打這個中間 脫腳啊 幸好呢 就交到一個助攻 被人射 叫做 連加技術 打中路呢 就照計 就應該就是 不好的了 遊戲裡面呢 會怎樣設計 怎樣玩法呢 我試試盡力用的意識去幫連加特做主角呢 既然你蘇斯一茶要我做主角 但是我有一件事好 就是我回防 夠勤力的嘛 連加特啦 這次被我回防搶到個球了 是不是 好厲害 好 交給我吧 交給我吧 喂交給我吧 交給我可以嗎 喂我連加特來的大哥 我連美斯來的 這樣都不交給我 就這樣踢上去 當我死了嗎 在中間有連結的方法 我現了位的 喂不要歧視我 喂 唉 好 做個支點給我 連加特再送 咦 我兩次全送上禁區頂 隊友都射到球 咦 不用了 我又沒有拿掉球 又沒有拿掉腳 看到嗎 連美斯先送直線 雖然打不到對方 他的後防線 不過轉身也射到門 福仔 我和福仔 有默契啊 我和福仔 在清份的時候 玩開啊 我們昨晚打遊戲 都打到兩點嘛 所以我們很熟的 好 壓迫先壓迫先 我很努力的 不斷追啊 不過他斬上去 我追不到這個原因 好了 咦 你怎麼做什麼鬼 啊 你怎麼送大禮給人家啊 隊友啊 這個就是 達樂志 你怎麼這樣 在後場猜拳 啊 好 哇 你怎麼斬到我那裡 散我啊 你 真的 喂 不要這樣斬上去 我拿不到球啊 大哥 我主角來 引領攻勢 我來拿球啊 大哥 我做足功夫啊 做足功夫啊 做足功夫啊 交足功夫啊 喂 你整班萬聯隊友都不懂得跟我合作啊 真的 搶球啊 差點搶到啦 不要緊 你不是拉邊啊 你都是明米明賣啊 你頂不贏 我隊友隊長啊 好 上半場差不多 完了 喂 不要下斬 可以嗎 哎呀 下下斬 好 好啦 那我印領攻勢你交給我 OK 我馬上交給你了 那我印領攻勢引到了 是不是啊 那我又來了 喂 多漂亮 後腳 立刻第一時間傳送啊 連加特 這個主角成分很高啊 大哥 你要信任我 好 好 上半場完 我表現不錯啊 兩個的傳送 都可以產生到射門幫 我是一開球 拿了腳而已 你當我是不是熱身啊 千萬不要換走我 提一提大家 一球成名 你是會隨時被人換走的 換了出去的話 你就看球了 或者 你未必場場正選的 打後備的話 要看著球先的 看到某一刻 才可以換到出來的 這樣也挺真實的 好了 去到下半場 我繼續打正選位置的 是進攻中場 這個是主角位 剛剛引領攻勢了 回後了 那現在呢 開始啊 對球肯交給我了 不過這次呢 又是斬上去的 又不夠頂呢 接著呢 攤尼爾詹斯 進來中間頂了我的位 第一場呢 可能我和這個隊友 就不太合拍的 這一下呢 就是在中間那裡 和丹尼爾詹斯 互相搶球 被人打反擊 如果以今天的表現呢 暫時來看呢 應該都是會被 香港某個評論員 不斷罵的了 但你不要忘記啊 連加特兩個傳送呢 是成為了射門的 好 連下禁區頂拿球 怎樣呢 怎樣呢 給到 做支點給我插入禁區 兄弟 我又給到了 給我吧 我插進去射的了 唉 馬斯亞你毒食啦 不做支點 你立刻做支點給我 我立刻射得了 這一下見到嗎 我給進去 打橫給我 我抽吧 你現在自己抽 結果呢 就是我要撿回我二攤 才抽 可能第一場的賽事呢 和隊友的默契不好 是吧 藉口吧 連加特經常都踢正選的了 以前 不過不要緊啊 可能是我未觸摸怎麼玩 這個支球成名的 出禁區頂 拿球 給我吧 對了 不過我射不到 嘿嘿嘿 禁區頂又拿失球了 我要練一下了 不可以一味怪連加特的 好 轉過來 右手邊 蜜湯送下去 達洛志 去不到啊 不要硬來啦 回啦 連加特主角上身 交給福仔 普巴想給連加特拆 普巴想給連加特拆 普巴就是連加特的老友 真的肯交給連加特 好 這邊鬥頂之下 就叫做律回來 普巴轉去左手邊 那我就引定攻勢了 那位又是 準備可以 支點頂出來 好 我說出去外邊 幫手拿球先 給倒立 交下去 給丹西占士先 咦 又產生了射門 噢 進來 不能罵我 不能罵我 不能罵我連加特 這次 我助攻啊 我有數據啊 我數據王啊 這下呢 其實都是要讚我自己的 真的啦 跑努力點 跑出來高位那邊 我驗過身給福仔交 福仔和我老友 打機打到凌晨兩三點 那就可以呢 立即跑出來 看到嗎 立即跑出來 福仔交到啦 我一拿 就立即給了 立即上到禁區頂 是丹西占士的射門 丹西占士是不拉邊的 這下 相信呢 就是教練的指令有問題啦 蘇斯一查 那倒好彩啦 我第一時間極比呢 令到對方的防守球員 準備時間不夠的 那起碼呢 可以來一個有空間的遠射 玩到遠射作結 長球打得不好啦 萬聯 不過呢 要讚球員張軒個人能力 哎呀 一有助攻就換走我 真是非常之不抵啊 好像歐八十六強的次回合那樣 連加特一打得好 立即掉走了啦 簡直呢 就是不公平 不公平啊 不公平啊 結果呢 我要看球了 現在呢 就下雨了 那看球呢 你可以調快點速度呢 就是盡快圓了他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保持著聖局啊 大哥 我好有心機去做個助攻出來的 對啦 後面差多一點啦 不用這麼快斬上去的大哥 不用這麼快斬上去做什麼 蘇斯一查的戰術真的不行的 好啦 一比零就贏到 靠連加特的助攻 看看先 我有7.5分 但我不是入球那個 所以我不是最佳的球員 丹尼詹斯做最佳的球員 好啦 去到愛華頓的賽事 我又有打正選的機會 因為我呢 剛剛有個助攻 第二場球呢 可以在英超大正選 又是打主角位 真是被迫做主角的連尾師 真是沒辦法 蘇斯一查原來喜歡我打正選主角位 經過上一場之後呢 我的經驗就好些了 開始捉到怎樣玩一球成命了 所以呢 我應該可以能夠在兩腳之內傳送 那就不會有什麼失誤了 我今天的目標就是不失誤啊 連加特 好 引定攻勢 立即給 就不失誤了 先保持主攻球團 今天呢 我中場的拍檔呢 就有馬迪和費特的 就沒有普巴喔 好啦 蘇爾給我啦 不要扭啦 我按了按鈕叫你給我 好啦 我壓迫先 搶球先 做回我要做的努力先 好啦 對方大斬 應該頂不贏我快來啦 沒錯 喂 給我就行了 這麼快上 是啦 給我啦 跟隨我再試一下這個博士 就是 進去啦 你不給 就給我啦 沒錯 然後呢 我試一下幫你轉向 給不到你的 你要顯一顯個位出來才行 OK 右邊 扭進去 偶然拉邊 連加特偶然拉邊 有沒有辦法 有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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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連加特做主角,他要偶然去右邊才會有表現 這遊戲就厲害了,真是夠現實了 現實就真是連加特偶然拉右邊,立即有助攻 今次我偶然自己去,扭過了過,厲害嗎? 然後就地波全中,哇,地波全中掠過對方的防守球員 那當然愛華頓的後防師是頑皮的,一向都是這樣 愛華頓後防師面對著這些球 哇,穿過了,然後地波全中必入球 就是福仔,剛剛在那邊搞定 福仔,不要吃手指好,衛生一點 連加特又有助攻的數字了 一球成名過癮的,玩連加特是很過癮的 很多東西笑,很多東西玩,很多東西看 剛剛我又有助攻,暫時沒有失誤 千萬不要失誤,我又回來搶到球了,多厲害 多勤力,是嗎?好 福仔,福仔回後給連加特,慢慢啦 對啦,不用控球拳的,畏特 給到丹尼尖斯,右邊有雲比沙卡 喂,不要去,不要去,給我,給出來 喂,給出來而已,大哥 這樣硬來,不過也是這樣的 雲比沙卡在現實世界,就真的是這樣的 這個遠視就差一點,過不了地基亞的 好,一個平飛球出來,漂亮支點 連加特拿到一比,丹尼尖斯在右邊 給我啦,給我啦,對啦,給我啦 我立即就給這個,就是福仔啦 沒錯,給到,射到,是嗎? 連加特禁區頂,停到球,給到球,沒事的 再來,給我,給我,對啦 我給這個,就是雲比沙卡插入 給我啦,我又禁區頂停球 我轉過來咯,你看我引領攻勢得多好 整個攻勢都是我在中間做主軸的 這次我是貪心點射門 為什麼呀,我交了這麼多腳 給我射回腳,都可以吧 頭槌又頂贏,上半場就是這樣贏0比1 連加特,又有表現咯 笑我連尾斯啊,鏡頭捕捉住啦 好,數據呢,我們贏了 六成七的是控球比率 三射兩中,對方一射兩中 換邊再戰,我們繼續努力連尾斯做主角 哦,這個馬迪,你這樣面對面交給對手都有的 喂,不要啊,好辛苦才領先的 比愛華頓追回一球 你拆雷神,喂馬迪你搞什麼 馬迪你搞什麼啊,你這樣面對面交失球 真的要看看慢鏡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在旁邊呢,正在現位幫他 喂,沒理由這樣做的 你看先,馬迪我波 一折進去 呦,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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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幫緊你,幫緊你啊 喂,幫緊你啊,喂,幫緊你啊 喏,馬迪拿一球,我馬上湧出來幫你啊 你先拿定一點點,沒有人逼你啊 你拿定一點點,在這一刻交給我便是 為什麼啊 那還有呢,福仔其實都有些責任的 就是人家交給你,你現在要現出來 你不應該衝上去 你衝上去當然是被人家 就立刻拿回那個波 你衝上去,人家交到腳的嘛 馬迪是交到腳嘛 想你背龍門嘛 好像我這次這樣,背龍門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認出來背龍門 你當然會失控頭拳啊 剛剛福仔反面教材啊 當然馬迪是被人害的 但當然啦,你給橫邊我 最好啦,安全一點啦 明知福仔的意識人不夠 我的意識是夠的 因為我是何榮搞的 何榮控制的 那當然是夠意識啦 好啦,我又搶球啦 我又搶到那個球啦 好嗎?好耶! 給直線下去吧 哎呀,這一刻差一點點 但不要緊,詹姆斯給我 我按拱頂就是做超級連結人 直線啦,直線啦 給下去OK 接著怎樣 有啦!連加大 哎呀,又做主角成功 這一集叫做什麼? 原來這一集叫做連美師教你做主角啊 這個助攻呢,真是漂亮啦 雖然這個數據就不計我 但我應該可以計到一個關鍵傳送 我真是送入禁區裡面 破物閘的那個組織 還有我在禁區頂真的控制到那個球 這次不是開玩笑的 是不是要讚我呢? 那,連美師拿了定 上禁區頂停波 冷靜,送 入到接近禁區底線 全中啊 我又要看慢鏡的 一定要重新看過 欣賞一下自己的能力 這個角度不錯啊 丹尼詹姆斯要讚的 為什麼這樣打橫給到呢 就是連美師 這一下真的不錯 好啦,一給下去 就幫他做到主角 推上來 推下推下就開始減慢車速 這樣就能控制到那個球 面對面對手呢 鬆容不逼 哦,這一下原來沒有越位啦 是不是 禁區頂停波 拉下去 禁區頂邊緣的位置 才能幫到一隻邊線球員 對啦 這個意識 跟著側進去啦 剛剛好有個位了 側進去 到了 跟著呢 就可以 全中 搞定 這一下可以讚馬斯亞 涉近處 要放得好 這個進攻 完全體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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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一個漂亮的組織 領先2比1 這個一球成名 真的越玩越過癮 開始有點上癮 玩一個球員 在這個角度這樣玩呢 真的感受到一些真正比賽的感覺 哦 連美斯插入中路 有機會啦 他有點速度的 所以他這些突然之間插 還有我插的意識有 你懂得玩就很過癮的了 一球成名這個模式 好 嘩 你看我多漂亮 第一時間後腳交球 靈感男神上身 請我朗拿 Dino 這樣啊 Lingadino 3 啊 入球 100分 今天 多厲害 連美斯 不要笑 好 好 頂贏他 對了 然後 喂喂喂喂 嘩 不是這樣給12碼吧 嘩 這麼辛苦贏過 哎呀 不是吧 喂 這一下好像也不是很嚴重的犯規 看看 哎呀 真的犯了規 這樣就真的慘了 這樣就要12碼了 咦 不是 不是12碼 禁區外 其實有點像12碼的 真的 說真的 就是 好像在一條線上面 咦 咦 為什麼 哎呀我換走了 我被換走了 我被換走了 又是 班奴法蘭迪斯取代 連加特 班奴法蘭迪斯 好Body嗎 是的 是好Body的 但是我不是用班奴 我用連加特 你轉下去我打右邊 我今天看得這麼好 你轉下去我打右邊 這個班奴打回主角 我不介意打右邊 我一開始都已經跟教練說了 我是想打右邊 是你逼我做主角 是你逼我做 班奴的後備 我其實不是想做班奴的後備 我想打正選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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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右邊 看一看 我打右邊 你看多好球 你看多好球 坐高 然後我還有下半場的 禁區頂停球 我不看這個 我要看禁區頂停球 那球 我不看這些 我不看這些 我們看禁區頂停球 那球 我不看這些 喂 我不看這些 我們看禁區頂停球 那一下 不是看馬迪的失誤 不是看別人入球 快點給我看 對啦 是這球 禁區頂 拿定直線 是嗎 班奴做不做到 今天班奴做不到 我做到 又數據贏了 哎呀 我只有6.5分 沒理由 馬斯亞和福仔高分 我不相信 不過一球成命 確是過癮的 總結今天 打這個PES 2021 整個感受是好的 感受到有一個很強的 是攻勢節奏轉換的實感 就看得到 是那個戰術的執行 有一個不錯的經歷 遊戲來說 比上一集 也是有進化的位置 所以呢 就是玩得過的 多謝各位的支持 拜拜